好,有開始在閃 閃 閃 好,那我們那個 上次上課呢 上到最後面的時候呢 比較趕一點 所以我很快地把這邊再講一下 就是說 在不可逆過程中 我們的商是怎麼樣去做一個 改變 那 所以呢 我們現在在講這個商的這些意義的時候 那個計算的時候 都是用所謂可逆過程的 中間的方法來做一個討論 那標記商性的狀態變速 所以它跟你入境無關 所以你不管它可逆或不可逆 所以你只要管它的起勢變成終點 就是起勢態的末態的可逆 那 所以呢 假設我們要去定義 去找一個不可逆過程中的這個商 那你可以去找一個比較好計算的可逆過程的路徑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 知道它的這個初態跟末態 就可以來得到它的真實的這個 不可逆過程中的上的這個變化 那我們上次舉的例子呢 是在一個冷壓的一個情況下呢 假設它長的這個樣子 那下面呢是一個這個 Heat Brace的話 就是熱熱褲 有一個高溫熱褲 那T2呢 是大於T1的 然後上面這個T1的這個物體 這個Body這個物體啊 就是你要放上去的一個東西 那代表是我們現在要討論這個系統 所以這個所謂的這個RESO啊 跟這個系統呢 就組成了一個所謂的 稱之為Universe的一個狀態 就是所謂全部的 Universe不一定要包含整個民眾 而甚至我們要討論整個整體的一個範圍 就這一塊灰色包起來這樣子 好 那知道下面是熱褲 然後它就是T2上面是物體 就是系統那是T1 然後T2大於T1的話 我們就可以來看它的這個熱平衡呢 會怎麼走 那很明顯就是熱 因為從這個熱褲呢 傳到你的這個系統上面 那這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 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 雖然說它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 我們還是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 在一個可逆的這個程序下 成像起風了對不對 今天晚上要變的 對 成像起風了對不對 那個所以呢 由這個Q 我從這個系統呢 傳到這個 不好意思 從環境傳到這個系統 系統的時候 我們假設這個過程是一個 用一堆可逆的過程 把它對比起來的話 那我們從這個熱褲 我們寫的DV 可以知道 我們QR給U加PV 那不要忘記喔 我們這個樣子 是當作它是一個可逆的 因為QR是可逆的 那你寫的PV 因為沒有寫對主派公司 沒有寫對有的沒有的話 就是一個想法 還成為你來切笔 那配合到我們上次 上次你剛好在寫CV嘛 對不對 也有用到這個東西 H等於U加PV嘛 那所以以微積分的寫法 DH就可以寫成DU加PVP 那我們這口要用的是 我們不是用DH 我們不是用DU 對不對 所以這兩項無關的 把移到這邊去 那移過去之後 再可以帶到這個式子裡頭去 我們可以發現 我們的QR 最後就可以寫DH-VDP 那DH呢 事實上我們依照這個CP的定義 定壓 定壓下的這個筆熱融呢 CP呢 可以寫成DH-VDP 所以這邊可以寫CP-VDP 那因為我們就開始的時候 我們說這是一個所過程 等於壓過程嘛 對不對 所以B-VDP呢 其實也就不見了 這樣等於A 這樣等於A 所以Q 好 所以依照這樣子的 這是把上頁抄過來 這個東西等於0的話 那我們去討論這個整個系統 這個熱交換的話 我們可以想像到 好這物體呢 依照這個公式 這個物體呢 它的上個變化是什麼 把這個DQR寫成TDX 對不對 把T除過去 所以我的DX寫成T分之DQR 就是CP分之T DQR 那當然就兩邊積分 我就可以知道 我的這個物體呢 它的溫度變化呢 就可以寫成CP的Long T2 是T1 那T度是 不要忘記T度是高溫 這個T1是低溫 所以呢 上面是高溫 下面是邊緣 所以這個值大於1的 所以這個Long值呢 也就大於0 那CP也大於0 所以整個Body所增加的 它這個物體所增加的 你的傷呢 整體性是一個增加的 好 到這裡有什麼問題 沒有 沒有 OK 好 那這個是 討論到這個物體 它得到這個傷嘛 對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這個Long值的話 就是我們的熱褲 熱褲它的傷怎麼變化 大家想看怎麼做 熱褲的傷會怎麼變化 它是一個不可的過程 它的傷怎麼變化 它的傷 應該會減少 會減少 那數學是怎麼表達呢 這個分別是這樣的原因是因為 它的溫度是一直在變化 對 對不對 比如說這是300K 這是 這個273K的0度 所以 我這個一直傳過來 最快變300K 對 所以我們在做計算的時候 我不能直接用T分之DQR來算 因為你的TC一直在變 對 最後你會導致你的傷是什麼 是一個 是一個Long的一個形式 那這個呢 也是DQ除以T 好 它也是DQ除以T 那怎麼算呢 負的DQ 負的DQ除以T 然後呢 然後它的T 代T2 T代T2 那Q呢 Q就跟 上面的那個Q一樣 跟上面那個Q一樣 那個QR QR QR 不過要加負號 負加負號 那QR QR哪個什麼呢 CP比T CP比T 好 非常好 就這麼簡單而已 就解出來了 好 所以 你懂嗎 因為我們的熱褲呢 它溫度不會變 對不對 那它流出去多少熱 因為熱褲 溫度不變嘛 你不知道它流多少熱 你可以知道的是什麼 上面這問題得到多少熱 所以上面這問題呢 它呢 它有一個這個定壓比熱龍 對不對 那要溫度差嘛 兩個相乘是不是就等於 它得到的熱 對不對 它得到的熱就是它失去的熱 所以呢 我們的算法就是把T除上 負的QR 因為這是往上把熱放上去的 好 所以我們的計算就是這樣子啦 我們RASERW 就是我們的熱褲呢 它的熱就負的QR 所以T2 那這個QR呢 是CP比T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整個熱褲呢 就是負的CP T2-T1的T2 好 因此呢 我們就來可以做個減額囉 這樣的一個過程 我們熱褲再加上我們的這個系統 它的總傷到底有沒有變大 好 所以我們整個 整個 這個剛剛講的 補充一下 就是剛剛所謂的這個熱流流過去的啦 好 所以物體呢 它的傷是CP的LongT2-T1 RASERW啊 它的 這個 得到的這個傷呢 是負的CP T2-T1-T2 好 所以我們整個 宇宙的傷呢 就是兩者相加 對不對 用來寫CP的 這個 這樣的一個形式 好 那這樣一個形式 它到底會不會大一啊 會不會大一 有沒有覺得它會不會大一 這個Long的這個大呢 還是T2-T1的這個大 T2-T2-T1 想想看 誰大 誰大 應該是前面大 那你怎麼知道它前面會大 因為T2 你壓大 那誰要 有沒有要壓小的 我壓二 蛤 有沒有要壓小的 壓爆 那怎麼檢核這個東西 因為T2大於T1 T2大於T1 T2大於T1 可是這有一個T2-T1耶 所以右邊會小於E 然後呢 然後左邊應該會大於E 被大於E 對啊 被大於E 好 我們口說這樣無憑 那有沒有辦法證明它呢 本身就帶錯字進去吧 萬一 萬一哪一樣反過來 是T2小於T1 那這個式子會不會大一點呢 對不對 對不對 畫圖好 畫圖嘛 好 應該還有一些數學工具可以用吧 畫圖 如果它永遠 當然是可以畫圖啊 對不對 那我們還有一個數學方法 不是把它求極值就好了嗎 所以求極值怎麼做 微分 一次微分 再加上二次微分嘛 對不對 一次微分 看它是有沒有極值 極值在哪裡嘛 對不對 二次微分告訴你它是 增加的函數 或是減少的函數嘛 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把那極值的位置帶進去 就知道它的值是多少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做這件事情 我們要知道這個Data S 餘熱傷到底是會增加還是減少 而且不管T1 T2 溫度誰高誰低 我們檢測方法就是 把它做微分求極值 再做二次微分 看它是極大還是極小 還是反區點 如果我們這兩個都做到 去做檢測 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一個函數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 好 首先我們就先定 X叫做T2 除以T1 所以這邊變成Long X 對不對 這邊減掉 這個是1嘛 對不對 然後這是一個X 所以我整個式就化解成Long X 減掉1 減掉1 我們假設這個函數叫F of X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我們先假設F of X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目的就是 求F of X的極值 假設F of X它有一個 極小值而且是大於0的話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這個宇宙的3 就一定要大於0 那極小值都是 最小最小的一個值都是0的 所以表示其他的所有值 都會大於0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我們來求F of X 這台做的極值 所以第一個對方一階為一分 所以這個東西一階為一分是多少 X分之1 第一項是什麼 X分之1 X分之1嘛 然後呢 這是零 啊這個呢 負的 負用跟負號合表 變成X0分之1嘛 對不對 還是負 因為負號跟減認 這個負號又消掉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好 所以就變成這個樣子 對啦 X分之1 減掉X0分之1 剛剛前面還有一個負號對不對 所以負的又跟負的又變成負號 好 所以就等於這個東西 同益這個等於等於0 所以呢 這個東西的解就是SE 對不對 這個解除SE 好 好 那我們知道在SE的時候呢 有個極值 但是極大還是極小呢 再圍一次嘛 對不對 再圍一次 再圍一次看一下 所以不要再圍一次 這個再圍一次變成什麼 就變成負的X0分之1嘛 這邊是2的正的2X的3次方 就等於像這個式子郎 那我們把1給代進去之後 得到的是一個1大約0 OK 所以它是一個什麼 開口朝哪邊啊 朝上 朝上的嘛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你們偷看到這張圖了 對不對 這張圖呢 其實就是這個海豬的圖啦 好 那我們來看看喔 一開始我們求到極值的時候 把1帶進去的時候呢 是剛好等於0 所以表示呢 這個極值是0 那我們又得到這是一個極小值 所以它極小值是0 表示任何的 你看到喔 這邊 不知道後面看的情況 這邊對0比較高了 對不對 看最小最小值就是0 不管是左邊 或者是右邊 它都是大於1的喔 那左 以1為左邊 右邊 分別代表1是什麼 不要忘記 x是t2除以t1 對不對 所以小於1代表的是 t2的溫度小於t1 也就是你的熱褲 其實是低溫熱褲 溫度比較低的喔 那 右邊呢 t2比上t1是大於1的 表示你的那個熱度是高溫熱褲 是比物體高的 所以你不管 溫度比物體高還是低 你只要有這樣的一個熱傳交流的話 你的宇宙的這個3就是大於0 最少最少也是0 發生0的地方是等於1 代表什麼 溫度相同 溫度相同嘛 對不對 t2等於t1 所以這個式子呢 就告訴你說 我們這個不可逆的過程呢 就是一個3最少最少等於0 那最少最少發生的 最少最少0的那個地方 剛好是t2的1 其他不管是物體熱環境冷 或是環境熱物體冷 以上就會變化嘛 對不對 所以像今天這個溫度 只要我們周圍的環境溫度 不是你體溫的那個36.5度 對不對 我們宇宙上就一直在增加 溫度標 對不對 因為不是等溫嘛 你跟這個環境交換的這個熱有沒有 不管是外面冷還是外面熱 你都是要把上變大的 這樣了解意思嗎 可是真的 外面溫度是36.5度的時候 大家都熱死對不對 如果室溫36.5度都快都會熱死 熱飽了 36.5度 OK 好 OK 那 在這個例子裡頭 他就是告訴你一件事情 其實後面要講的就是很簡單 就是說不管你怎麼去做 你的這個傷永遠就是會增加的 除非兩個溫度是相同 OK 或者說只要你有溫度差 你就會創造傷 就是只要你有任何不同 這個不只是在熱上面 在很多地方 只要有不同的話 你的傷就會被你的 這個交換過程呢 製造出來 這就是熱力血第二天 又要告訴你的一件事情 好 有沒有問題 沒有 OK 好 那這個當然最後還有一個推論 在目前的這個宇宙模型下面 就是說在這個宇宙假設是一個爆炸模型的話 就是一直往一直變達模型下 我們目前還沒有任何已知的物理方法 可以減低整個宇宙的散 只是目前沒有辦法去做這件事情 好 那我們就來實際來算一個例子了 好 今天呢 假設我們今天有一個0.5公斤的水 它溫度是90度C 然後呢 它冷卻到環境20度C 那如果我們知道水的比熱是 這個比熱這種是4180 加了公斤3公斤3K的話 那我們要看它到底產生了多少的3 好 那就可以做計算了 那我們就是用剛剛的這個公式 我們3K的T分子比Q 那我們現在因為有溫度的變化 從T1到T2 那T1的話呢 是 一開始的時候是90加273 最後呢是 90加上273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Q可以用什麼呢 我們知道它的質量是0.5公斤 我們知道它的比熱這種是4180 所以MCTβT就是它的 怎麼樣 總放出的熱嗎 對不對 MCTβT總放出的熱 那因為前面兩三次常數 我們提出去之後 這個的積分就是0 T2除以T1 那我們把這個0.5 4184 293 363代進去就可以得到 欸 我們這個水呢 它的3的變化是 5的448教訓 K 好 這個計算很簡單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很簡單就是T 這個比Q除以T去做積分 就是你的3 很簡單 OK OK 好 那我們知道這個水這樣變化的話 那空氣 你看那個3是變小的喔 所以表示怎麼樣 宇宙一定有地方3要變大 而且要大於448 交往3K對不對 不然的話你整個宇宙的3就變少了喔 所以我們來算算一下環境的3怎麼變 好 環境的3呢 一樣 它是T2的-mcp.t 這mcp.t 還是水的那個部分 對不對 因為 這個熱量一定從水傳到環境中的 對不對 環境沒有多熱量 所以是-mcp.t 只是你的環境溫度 永遠是維持20度C 所以呢 那種一樣代言去做 所以可以到mcp.t1-t2-t2 那這樣子算完之後就發現 欸 環境的3現在是499交往3K 比剛剛的 剛剛是多少 448對不對 現在現在環境的 變得3還更多了 那最後呢 兩個加起來發現 宇宙的3它就多了51個交往3K 所以你怎麼算 反正就是會大於啦 就是會大於 好 有關問題 沒有 沒有嗎 所以其實算商是最簡單的 算這個商是最簡單的 OK 好 所以宇宙的商 永遠都會是增加的 剛剛這一題呢 牽扯到的這個問題 其實大家在算商中 其實有兩個思路 一個就是 你的物體的溫度會不會變化 如果你物體的溫度會變化的話 那你在算商的時候 因為你的分布的溫度 一直在變 所以你最後你的積分因子 會讓你的到long 假設你的物體 或是環境的溫度不會變 你的分布就直接就是t1 或者是t2 你就不會出現long 你就直接是兩個相處的一個式子 所以這個範例 現在範例二 就是我剛剛講的第二個例子 今天假設我有兩個熱褲 一個是 就是高溫熱褲是500K 低溫熱褲是200K 然後這兩個熱褲先有一個膜 把它隔開來 這裡有一個透熱膜 12MW 就是透熱膜 把它隔開 那這個熱呢 我們由高溫熱褲傳到低溫熱褲 傳了多少呢 傳了4乘以10的5十方的焦耳 那要你去求說 這整個的商的變化是怎麼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整個宇宙的商 等於這兩個熱褲的相加 對不對 那這兩個熱褲呢 一個是500K 一個是200K 他們都怎麼樣 一個是放出了4乘以10的5次發布的焦耳 一個是得到4乘以10的5次發布的焦耳 所以我最後整個宇宙的商 就是這兩個相加 你看這非常簡單 連積分都不需要 就得到1200焦耳 1K 這個就是整個這個商的這個變化 好 這有沒有問題 沒有 這其實就跟我們的引擎很像 我們引擎內部的內燃機 這個燃燒四層是450K 外面的環境溫度就是293K 就25C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引擎燃燒放出多少這個能量 那兩邊的引擎內的商 引擎內的商跟這個外面環境的商增加 就會是類似這樣的計算方 OK 好 那當然有之前就提到 如果兩個相同的溫度的話 那到底這一步就怎麼樣 就不會有商的變化嗎 這個就順便提一下 好 再來第三個例子 我們前面說嘛 這個商是一個什麼 時間之劍 就是說我們講這個商一直增加 好像暗示的商跟時間有一點點關係 對不對 那我們就回到我們以前講的這個 牛頓力學了 牛頓力學裡頭 我們在講說這個物體的運動 理論上半分時間 當然時間會告訴你速度多少加速度多少 但是他並沒有定義說時間一定要往前走或往後走 對不對 有個運動力量沒有說時間不能往前走或往後走 好 有沒有注意到 你們學了F的MA 並沒有說我不能往後走啊 可以往前走啊 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你生活中觀察到的 就是他只能往前走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個商怎麼應用在這個上面 這個範圍是這樣子啦 有一個5公斤的這個球呢 他從50米的高度從上面丟下來 那現在呢 這個環境的溫度或這個球的溫度是20度C 也就是說 球跟環境在這個前後有一定沒有變化啦 那你也知道這個過程是一個不可遞過程 對不對 他自然掉下去就不會又沒有飛起來嘛 好 那我們想像中 假設這個過程是一個很緩慢的 所謂的準靜態 它就慢慢慢慢的掉 慢慢慢慢的掉 掉得很慢 因為我們算商只跟這個前面過程 跟後面過程有關嘛 對不對 中間是怎麼樣的固定 好 所以他想像的辦法就是說 這個物體掉個滑輪 就慢慢慢慢的滑下來 讓它滑下來 那我們要算這樣的一個過程 就是自由落體的過程 它到底是它變化多少 OK 所以第一個 它沒有跟環境交換熱 所以我的整個系統的這個商 就是這個球呢 它溫度沒有改變嘛 對不對 這個球的商 內褲的商變化是0 那 我們整體的 整體的這個環境呢 它變化也很少 基本上也確定一定 所以我們的整個熱力學過程 可以寫的怎麼樣 我們的Q 可以寫的DU加W 都是可逆的 都是可逆的 對吧 因為你得到MGH的能量的話 你球就能從地面 跑到50公尺的高度 對不對 好 因為沒有內能的變化 所以內能等於0 但是呢 你有什麼功的變化 所以有MGH 所以我整個的商的變化 要怎麼樣 把T除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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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分之Omega T分之Wr 等一的功 所以可以寫T分之總共到MGH 算算就是8.36加3k 所以自由落體 自由落體 你可以算贏的這個商是多少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看很有趣 我現在在那講台上 假設高度20公分對不對 那我60公斤 然後這樣跳下來 增加商 宇宙的商就變多了 這樣 有沒有 來拍手是不是 OK 所以你看看嘛 你想想看 這個商是無時無刻都在增加的 都在增加的 反過來呢 如果這樣跳上來呢 還是增加了 為什麼還是增加了 減少了 我不是 你明明這個變成負的嗎 環境增加商 環境增加商比較多 OK 所以這個就是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為什麼時間會往前走 因為商一定要增加 對不對 好 前面是一個不可逆的 其中一個例子 那我們現在再講 另外一個 在一個比較受控的一個環境下 所謂的 自由膨脹 理想氣體的自由膨脹 又是怎麼樣子 那我們很快的想一下 我們之前講的理想氣體 這個自由膨脹呢 是 講到說 有一個東西 被我們這整個包起來 那這整個包起來 是一個絕熱的一個外殼 那裡頭呢 一邊是增空 一邊是氣體 然後我們用一個薄膜把它 抖開來 那 當我們在做事的時候 就把這個薄膜給戳破 所以氣體就會擴散到旁邊去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我左邊的氣體是B0T0 那 這邊是真空 所以它整個體積是B1-B0 那 這就沒有什麼溫度 當我把薄膜給戳破的時候 這兩邊呢 就會同時變成B1 然後溫度變成T1 那我們在前面的時間 我們做過啦 這個自由膨脹兩邊 插入器的時候 你這DU-0 對不對 因為它沒有溫度的改變 所以它是DU-0 那 而且呢 應該是絕熱所以BQ會等於0 那 DU-0 BQ等於0 那DW等於這兩個相解 所以DW也等於0 全世界都等於0 那全世界都等於0 有什麼好算的 對不對 他等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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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全班都0分 這樣子有什麼不一樣 還是有不一樣 有人是因為沒有讀數0分 有人是答案卡畫錯 去不得贏格 對不對 全部比贏格的0分 對不對 雖然結果都是0分 結果都是0分 但是過程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就要探討這個過程 所以為什麼改選考 現在我都考計算底 不考這個選擇底 因為我想要看你的過程 避免說最後全班都贏分 對不對 過程不重要 蛤 過程很重要 那全充底 對 如果考這個選擇底的話呢 或是全充底的話 很容易 全部都0分 3告訴我們過程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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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3告訴我們過程不重要 不錯 選擇不錯 好 最初跟最後的狀態有關 最初的選課 最後是能達到成績有關 對不對 中間怎麼樣是不重要的 你可以用可逆的過程 對不對 你好像讀書對不對 你也可以用不可逆 也就是偷偷偷看隔壁的 這個 也是一種學習過程嘛 OK 好啦 我們不鼓勵 鼓勵這個 這種行為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來 我們初始態的這個方式怎麼寫 初始態的壓力 P0可以寫成R T0次與D0 這沒有問題 那 那末泰呢叫P1 這個P1可以寫成RT1 除以V1 OK 那 因為我們可以用 在可逆位中 我們可以用P1等一個常數 P1等RT這個方法去做 所以我們知道說 這個戳破前跟戳破前 是一個P0、V0 要等於什麼 P1、V1 對不對 因為你整個要守門啊 整個要守門 好 可是這樣寫的話 其實你並沒有描述到你說的物理狀態 為什麼 這一個整個有槍頂布滿的氣體 他當然很適用這個P1B1這個模式 對不對 他也適用這個模式 戳破之前呢 我這一邊可以用這個東西來描述 對不對 他也可以用這個東西來描述 那這裡呢 是不是我們好像沒有考慮到這個地方 對不對 這個地方總有一些意義存在嘛對不對 結果我們的4級討論全部都把它忽略掉了 對不對 全部把它忽略掉了 所以我們要怎麼去討論這個問題呢 我們就另外來想想看 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我們說假設我們這個整個過程 是一個可能一等溫的一個膨脹的過程的話 那我們怎麼來算這件事情 你想想看 這個就跟剛剛不一樣 我們回到前面去 這邊這個過程是一個絕熱自由膨脹 對不對 我沒有給熱 然後呢 我這個東西 氣從這邊膨脹到這邊去 那我們剛剛這樣寫 我們說我沒辦法描述這件事情 那不要忘記我們出錯誤要想想 我們要算傷嘛 對不對 如果要算傷的話 這樣的一個狀態 其實你可以單獨想像說有一個氣 單獨有一個氣 它自己膨脹的怎麼樣 同旁